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的3月7日 今天是周末 我们聊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 咱们聊聊抢购 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 这抢购也就变成了世界各地的一个主旋律 世界各地都在抢 说抢购 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 为什么要抢购 你像在世界各国吧 当这个疫情刚一冒头的时候 马上在当地都会引起一波强烈的恐慌 当然主要是我们华人社区 好像我们华人社区呢 比别的族群都敏感 反正下手基本都是第一个 世界各国现在能看到的 反正基本已经都抢了一轮了 现在基本都踏实下来了 但当时呢都留下了海量的照片 在各位的手机上来回的传送啊 当时都当个乐看 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观察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买的东西 基本都不对路 价值呢都比较低 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东西便宜 主要说到对防病毒 对疫情 这方面的价值和作用都比较低 另外呢体积都比较大 反正什么大米大面了 反正什么手指了 什么都买的都是这些东西 这么一看呢 很多人是该买的没买 没用的呢买了一大堆 一看呢就是在惊慌之下 反正第一反应嘛 就知道是奔商场 我得去抢东西 至于买些什么 其实当时心里也没想清楚 基本就是看着别人在那抢啥 我就跟着抢啥就对了 咱们把这件事调理一下 你囤积这些物资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疫情呢 它毕竟不是地震 不是海啸 不是发大水 不是这种情况 你以世界上这个疫情最厉害的武汉为例 它没有发生那种断水断电的这样的人道灾难 你要面对的就是隔离14天嘛 最长隔离24天 打个平均20天足以 既然是为居家隔离做准备 那水电都没问题 那很多人买那么些水干啥呢 特别是像我们新西兰啊 你像那自来水 Tapwater 那都是世界级的 随便打开直接就能喝 用不着把它烧开了啊 而且这疫情呢 跟水又没关系 那么多人一桶一桶的往家推水 我弄不明白这是在干嘛 我看不出这里边的逻辑来啊 另外呢 很多人买了很多的电池 买了很多的应急灯啥的 为啥 你就是看武汉 武汉那也没断电呢 我看不明白这里边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呢 世界各地现在都紧缺 都在干这一件事呢 就是抢测纸 刚才呢 我家里小孩就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这就是我们新西兰的 我估计就是我们奥克兰 这视频里呢 一家的岛民妇女啊 就是我们太平洋岛义的妇女 姨娘带着俩胖胖闺女啊 就买了一车厕纸 结果后来的一位黑人中年妇女 一看货架上没了 然后转过身来就跟这几位商量 能不能给云给几袋 那意思家里你有孩子什么的 对不对 帮助一下给云一袋 结果说着说着呢 这边不同意吗 那黑人妇女呢 说话可能就不太不太好听了 结果两边就就就就冻上手了 就撕巴起来 你想这女同志打架 基本就是你抓着我头发 我抓着你头发 这有劲啊 真使劲 结果最后这两两个太平洋岛义的叛闺女 干不过的一个黑人中年妇女 让人家抡着抡着的到处跑 打的是滋发烂叫 哎呀甭提多难看 后来这大家上去都给劝开了 这是干嘛呢 这是好不容易分开了以后啊 这个这黑人妇女还没完呢 还跟这娘仨商量 你能不能给我云给一道 这个这个手指 就不 当然这视频呢 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知道后边是不是要接着撕巴起来 这就不知道了 看完这段视频以后呢 我就跟太太我就讨论这事 我说我们家这一卷测纸要用多久呢 后来想了半天 差不多一周吧 因为平时也没注意过这事 你像这一个大包装 一般的八卷十卷 有的时候一袋十二卷 抢这玩意干啥呢 当饭吃吗 我也弄不明白啊 后来我查了一下 好像呢 当年日本遭灾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次 惨痛教训 当时的测纸紧张 没有这个 这日子甭提多难受 当时呢 世界新闻里好像都报过 可能给世界各国人民 都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结果出了事以后 这个第一时间都去抢测纸 其实在其他地方出事的时候 没看见过测纸出过什么问题啊 为啥要抢这东西呢 弄不太明白啊 按说呢 在准备隔离 或者是准备各种防病毒 对抗疫情的 你比如说你拉一个清单里面 我觉得这测纸怎么也不会排在前面啊 为什么第一反应都奔这个东西下手 我弄不明白 今天呢 咱们大概就给大家宣传一下啊 万一有事呢 是吧 大家家里应该准备点啥呢 毕竟呢 这世卫组织啊 英国卫生大臣 这两天那大臣说了 够够吓人呢 说弄不好 伦敦就有50万人可能会被感染 反正就是那意思 让大家重视 包括很多科学家这边都讲吧 全球弄不好 有一半的人会被感染等等 说过这些非常惊悚的一些话 简单看吧 这事好像完不了啊 还弄不好 真有全球大爆发的可能 所有当各地呢 真有可能沦落到武汉的那一天的时候 真的到那时候的时候 我们应该提前办点啥 我这来给大家宣传一下啊 第一个印象 那肯定是食物 但是准备食物的时候呢 强烈建议大家了解一下 所在国的基本的社会常识 你像我们纽澳 我们都是农业国家 那边呢 包括美加的弟兄们 也身处一个农业国家 你像我们新西兰 世界各国 我们就给大伙提供肉品的 我们有的是肉 澳洲那儿呢 是各种大米白面 人家那儿有的是 我们两个就搁一个很窄的海峡 跟一体的是一样 你像美加那边 人家就是给全世界人提供福 提供食物的 如果在那儿 如果大米白面要是紧张 要是买不到 抢不到的话 我跟你说吧 那全世界饿死多一半人了 这种事是不可能出现的啊 你躲那么多大玩干嘛 一下弄那么多大米白面 我觉得这确实是有点多余啊 在做节目之前 我在我们家 刚才我到那个橱柜里边 我大概看了一下 还有将近一袋大米 我看还有20公斤吧 你要我们俩吃 我估计一两个月都吃不了 那面呢 因为不是山西太太吗 家里爱吃个面 我看那面呢 原来有那么半袋 后来今天一看再买一袋呗 今天又买了一袋 搁在旁边 我估计一两个月也吃不了 估计这些东西啊 存那么多没用啊 另外呢 要存一些蔬菜 你比如说那些西红柿啊 你比如说我 我们家爱吃个芹菜什么的 那个大颗的芹菜 塑料袋一包 反正就冰箱里边搁着去呗 家里像什么西兰花啊 什么菜花这种能搁的这些菜 反正搁个十天半个月也没问题 又不存在什么新鲜不新鲜 反正到时候都能吃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应该能存一点 你比如说一些土豆啊 一些白薯 这些东西能搁能放的 反正也浪费不了 我认为这个是应该存一点 水果呢 刚才和太太我们俩这还商量这事 你比如说苹果 能搁的啊 橙子 还有什么呀 这这个 柑橘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反正就好多朋友 盹了很多香蕉 那东西能搁得住吗 我也能不太明白啊 反正这些东西 我认为还是应该存一点 反正也浪费不了 另外冷冻食品 你比如说海鲜呢 一些肉类 这一点我们家不用着急啊 我们那个 山西太太的爱盹个东西 那冰箱里从来都是满满当当的 我们家估计不出门一个月 我们家也没事 所以说这个我从来不用操这方面的心 药物 我们这的新西兰政府呢 反复跟市民强调啊 要准备好药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家里如果有病号的话 你比如长期需要药物治疗的话 要去找家医或者是找药房找医生 要开一个长期的药 基本上呢我们这药房一般是30天到90天的分量 您就多开一点 把家里多备一点 另外我们华人家里边消炎药什么的都有 从国内备来的吧 这个不用心脏病啊 各方面的药啊 这个呢都备一些感冒药什么的 另外在家里呢 你比如真的一旦隔离的话 手上碰个小口啊 或者是这类的吧 一些小的消毒啊 创可贴这些东西呢 这两天都背着 我认为强点这个是正经的 当然呢 这至于什么口罩啊 消毒液啊 那就凭运气了 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 那您原来有就有 没有那谁也没办法 所以说呢 那些非处方药 你比如在我们牛 我们常吃的那种像阿斯匹林那样的 潘达豆 反正就是头疼脑热的 反正不管有用 没用全吃它 反正脑袋疼啊 眼睛疼啊 牙疼都吃它 发个低烧什么的 招个凉都吃它 反正就背点呗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认为家里主事的 拉一个清单 这些东西要背一下 其他的一些用品呢 别忘了宠物 一定要给宠物准备好吃的啊 所以说别忘了 我们这些小家伙们 另外把自己的 那些身份证件各方面的 最好是单独啊 都要把它包在一起 真的哪天让救护车给拉走了 这些东西你是用得到的 要不然人知道你是谁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把它都整理好 都放在一起 将来有用的话 一拿就走啊 这个我觉得是必要 另外我认为这个 家里边主事的那个人 这两天要过一下脑子 你不一定真要去做这件事啊 家里要过一下脑子 万一 退一万步说 家里有病人怎么办 有感染者怎么办 家里房间里边要设计好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通道 怎么去卫生间或者是怎么弄 然后平时大家怎么照顾 你现在不一定干这件事 在脑子里要过一下 这件事一旦发生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别造成那种家庭内部的那种 像武汉那种惨绝人寰的 一玩玩一家的这种灭门的那种情况 最好呢这个不能出现啊 所以说在自己在家里 实际上周围的人是最危险 一旦有症状有那种轻微的 那就别废话了 我这有那个安全屋 你进去躺着的吧 你先隔离一下吧 所以说家里边脑子要过这个脑子 我认为这些是对的啊 在这呢 我特别我们大家应该记住一条 大灾来临的时候 当然运气是主要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经受上帝的选择 那赶上谁是谁 但除了这个 我认为能活下来的人 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活下来 我认为都是聪明人 都是有脑子的人 才能活下来 你有把子力气绑得妖元 你可不一定能活下来 所谓的聪明有脑子 那就是要提前把事情都想清楚 不要跟风一块跟着去起哄 最后没用的买一大堆 有用的都没准备 到那时候有事了 你看白抢了 所以说遇到事的时候先别慌 坐那仔细的拿个拿张纸拿根笔 把这些事都捋一遍都过一遍 把这件事想清楚是第一位 刚才这是宣传 我这个频道给大家做这么一个义务 这是尽义务 下边说重点 我个人会重点买点什么的 我想这个和大家想到的可能是不太一样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个人的这个旁门左道 我的思路 家里呢不用我操心 这太太都准备好了 到晚我就跟着去听吩咐搬东西就是了 让干嘛干嘛 但是别忙 我的事还没完呢 咱们接着分析 14天不能出去 这日子可不好过 也可能再来一个14天也说不定 你看武汉那边人都给憋疯了 既然出不去 只能想室内活动啊 但现在都有网有电视 什么电影啊 综艺节目啊 书啊什么都有了 你不用提前准备 基本吃的呢 刚才说了 基本也都背了 也都没什么 但我觉得还不够 你比如说昨天啊 在我那个大学的朋友圈里边 就同学群里边吧 有一个哥们 一下出事了 为什么呀 在在楼里边隔离呢 断烟了 你这不是咬了命了吗 生不如死啊 那有朋友说借机会借了就完了吗 哪那么容易啊 那说着玩的呢 你说你是不是没准备好 你自己抽烟 最后在隔离在家里边 那会断烟了 你后边那几天 你说他不度日如年 你说你这可怎么过 所以结合他这教训呢 我跟大家想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 你像我呢 我爱小喝几杯 既然如果要准备隔离的话 那我可不能受这罪 跟朋友似的断了烟 那这不行 各种酒我要备足了 我平时呢 你比如我喝啤酒 24瓶一箱 我要来两箱 红酒 我平时我也喝 各种花样的价格高低的 搞食品 另外呢 你比如说有那大酒铺呢 什么威士忌啊什么的 咱们都尝一尝吧 弄一瓶那大方瓶 跟家里边两升的呢 跟家里背着吧 弄跑哪天高兴的喝两口 白葡萄酒呢 平时我不太喝 我总觉得跟汽水似的 喝着没劲 但我们现在新西兰 夏天啊 冰镇起来 也可以尝一尝 也可以试试 来几瓶 所以说这个酒一定要搞好了 不光是酒啊 你平时你不能老喝酒啊 茶也得搞一些啊 最近平时舍不得买的 那很贵的那个 多少钱一两的那个茶 搞搞搞一部分啊 搞一个密封罐 把它割好了 另外平时看着那个 看不太懂 那些商标什么玩意儿 那些高档的咖啡 尝一尝 都搞一搞 反正你说你在家待着没事 你现在觉得多余 到那时候就这都有用 反正我不能让我自己受委屈 平时想不起来 平时没功夫式的那些东西 都搞一搞 反正到时候都往车里边装呗 有酒呢 你还得有点小菜啊 所以说你说花生 生的熟的 反正带壳的带皮的 什么的都搞一些 大杏仁腰果 搞一些 加上什么葡萄干啊 杏干之类的 加上各种的薯片 有的吃过的 有的没吃过的 我都尝尝 都搞一点 然后呢家里边弄一个综合性的盘子 你那什么薯片 什么花生啊 什么的都 都把它拼好了 各个茶匙上 屋里的各个反正 这房子里的各个角落都给我摆上 反正我这手端着什么杯子 甭管是酒 是茶 是咖啡了 走到哪 哎 这走哪 吃哪 反正吃这么多行不行啊 家里有跑步机吗 反正吃完了就跑几步 出会汗 反正闷在家里 一定得吃出花样了 你不能让我受委屈 所以呢 那些朋友在那边去抢手指 我奔商场的另一边 我抢酒 抢各种的零食 这就是我要买的东西 只要我们这听到风声一紧 你现在确诊武力 将来奥克兰 你比如确诊个意大利 那个 我这是打嘴啊 这个奥克兰的朋友别骂我 反正如果这确诊兵力还在增加 比如说我们这一片出什么事了 风声一紧 我会立刻开始行动 太太那背什么 我就听喝 我就跟着搬就是了 完了啊 别忙 我还没完呢 我得上这边转转去 这些东西 这是我要办的东西啊 反正我要的这些东西都搁不坏 也不会浪费 慢慢的我都能喝了 都能吃了 反正 我不会把它浪费掉 到时候大伙别跟我抢啊 所以说这是说抢购 一句话 不就14天吗 战战兢兢也是14天 我这连吃带喝带玩 我也是14天 别忘了那句话 神鬼怕恶人 撑似胆大的 吓似胆小的 没那么甚的话 所以说说到抢购 我要抢的这些东西呢 我估计和主流的不太一样啊 你们奔那边 我自己奔那边 来吧 咱们下边说下一个标题 说说BE 现在最近呢 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这奥克兰啊 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都讲 哎呀 看我们新西兰奥克兰的情况不好啊 为什么呢 你在武力吗 这而且都是主要来自三个家庭 明显的社区传染还没有开始啊 那行不行啊 不行 好像看我们现在新西兰奥克兰这个工党政府 整个一佛系啊 他根本不管啊 哪都不设防 这个明天还马拉松呢 然后呢 各种社会活动该干啥干啥 完全就就不不禁止 就就随便 还鼓励大家出去 谁戴口罩 政府还强烈的宣传 不要戴口罩 各个学校老师也都谁带 比如华人孩子戴上口罩 还还斥责孩子 不要戴口罩 我们这整个一个就不设防 那不早晚就完了吗 那不行啊 还是觉得那我不不行 回国躲躲 回国避一避 反正看这早晚那是完了 觉得国内你看他管的多好 控制的多好啊 还是那样心里踏实 是吗 反正这个呢 这种这种情绪啊 哪都有 刚才我刚看了 在做这节目之前 我还看了一场NBA 胡人队大战 熊鹿队 两个榜首之战 我呢 看球是一方面 重点看那两三万观众 我和大家 这是摩肩接踵 互相这么挨着 一会拍手机掌 大声的喝彩 脸吼在嚷嚷 这兔木星的烂剑 我看没一个戴口罩的 那里边也不少华人呢 按说 洛杉矶也传的挺厉害的呀 那当地老百姓 一点这方面人家没有这个 但是呢 我们很多华人 抢完东西以后 心里还是不踏实 觉得这样 那个不够啊 我们还是要 不行回国躲一躲吧 我还是说 郭德纲那相声啊 这说家里呢 穷嘛 家里漏雨 外边下小雨 屋里低点 外边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最后这屋里 实在漏的受不了 都待不住人了 最后全家 站在院里去避雨去了 到底下哄堂大笑 就跟那相声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 说到要回国去避一避的这些朋友呢 我认为很多就中了那种宣传的忌 昨天在做节目里跟大家讲吧 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啊 基本上宣传的主旋律就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 世界各国水深火热 这是宣传 可是有些人呢 身体是在海外 是在国外 但他整个的人啊 那个心 那个脑子 还都在国内 看的微信呢 基本都是国内的内容 平时呢 在海外哪都有中央寺吗 看的整个的电视节目 或者是什么的吧 全是国内的那些内容 那真是和国内的弟兄们同呼吸共怀难 他整个的状态 完全是在中国的这种状态 当地的这些情况呢 他也不了解啊 也不语言各方面都有些问题吧 也不愿意去了解 等于人在国外 人实际上自己还生活在中国 那这就没办法了 那你有这种感觉 那就没办法了 另外我要跟大家讲的呢 我这两天也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实际上国内的人并不欢迎你 这两天在浙江 有几个倒回啊 就是反书回去的病例 结果在浙江那边 我看到有很多小区是都写着 如果有国外回来的人 或者怎么你不报告 你就是千古罪人 这样的大横幅 在小区那都写着啊 实际上那边人家不欢迎你 当然除非你是赵家人 这就单说了 在国外尽管这样免费的医疗 或者是各方面 你觉得还不够好 你回去要住高肝病房 一回去 你有各种特权 那单说 这个人你们快回去吧 正好呢 也把这些资源 医疗资源 给我们其他人留下来 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有这么一个段子啊 我觉得听着蛮真实的 说有一个人呢 到日本去旅游 到了那日本 一看你哪来的 我中国来的 那对不起了 我们机场边上呢 有一个酒店 你在里边先隔离14天 当然是免费的啊 日本那边的全馆 韩国那边好像也是免费的啊 你在里边先隔离14天 等隔离14天完了 对不起了 你回国吧 等回到中国 你从哪来啊 我从日本回来 对不起 我们的机场边上那里 有一个三星机酒店 我们都做好地方了 你得去隔离14天 这个可就不免费了 我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一天600多 一天500多 都有这价钱啊 最便宜的 好像一天200多 可能那就是个儒家呀 那种非常简陋的那种小旅馆 你在哪先隔离吧 等你自己花完钱 受完罪 隔离完14天 那我回家吧 走到小区门口 你从哪来啊 这些日子干嘛去了 这些日子上了趟日本 得了 你还隔离吧 弄不好 就是你回家 那恐怕把你们家门也得盯上 你也别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呢 你要搞清楚 你回去 你是要被隔离的 另外呢 国内现在的情况 通过张文宏医生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专家 现在明确讲 包括世卫组织的专家讲 现在对整个的病毒 没有特效药 现在整个全世界各个这个大家都在公关吧 都在找这个治病的药 现在目前看 好像那个瑞德西伟是最接近的 只有这个 现在这是国际卫生组织 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 也都在讲 只有这个 比较靠谱 其他的 你连中药带西药全捆在一块 全部都不靠谱 这是国际卫生组织专家的一个明确清晰的说法 现在没有特效药 瑞德西伟现在没有被广泛的使用 国内也没招 你以为国内啊 这不是疫情控制住了吗 我告诉你吧 国内对这个病毒也没招 主要还是靠抵抗力 那为什么在报道中 这么看国内把疫情给控制住了 那你得细分析 他是怎么控制住的 他是利用那种强力手段 把人给控制住了 这病毒是跑不了了 他把人给控制住了 你要是回去 你就是被强力控制的对象 对你的各种限制 刚才说的各种隔离等等的都来了 那你要想清楚 你愿意吗 那你以为到那儿啊 那中国的医生有经验 各方面有治疗 各方面那哪都挺好 是吗 你要想清楚 国内是怎么把它控制住的 是通过这种强力 控制人的手段给控制住的 你要回去 你就是被强力控制的对象 你想清楚 第三呢 那既然现在国内控制的手段 主要是奔人去 主要是控制人 那现在呢 又呼吁号召大复工 现在人也开始控制不住 可是病毒还在 依然没招 天气还是很冷 看看现在的韩国意大利 那病毒发展依然凶猛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第二波的大爆发 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从武汉的经验就可以看出 一旦出现这种城市的 这种程度的大爆发 那一个城市的医疗系统 根本无法抵挡 立刻就会陷入崩溃 现在知道武汉当初一下死了那么多人 主要还是医疗照顾不过来 包括那种灭门的呀 内部传染的等等的吧 这就是没床位 没法给你安排 但一旦大爆发 一旦再出现第二波的大爆发 就中国医疗的那点家底 和发达国家差得太远 你现在新举国之力 都拿不下一个武汉 到现在武汉每天还都有新的确诊病例 还有新的死亡病例 如果再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武汉这样的情况 这样是千万级的大城市 还别说是不是北京 我想那时候整个全国大的灾难就降临 所以在这儿呢 这些朋友们你们要想清楚 我这是好话 那好吧 今天是周末 今天的这两个标题就给大家说完了 重点今天说的是 如果在囤积物资的时候 我会囤积哪些物资 大家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情况 别人的情况跟我可能不太一样 你按照这个路子呢 自己也想 抽烟的朋友 备好各种烟 什么烟平时没尝过的都尝着 各种的吧 反正这这个您自己想自己的办法 那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帮助我发现